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来讲 不得不走的诗人 我们来介绍苏东坡 那苏东坡为什么叫做不得不走的诗人呢 苏东坡在老年的时候 就是对他 他自己写自己 他说 心事已灰之木 生如不戏之洲 他一生的飘荡 他后面讲的三个地方 黄州、惠州、湛州这些地方 就是他被贬的地方 他做官的这个官运实在是很不好 可是呢 他每个到每个地方都很认真的做事 他每次被小人所陷害 可是他总是没有被环境这样的一个折磨所屈服 他还是保持他的热天 所以他留下了很多的好文章 跟好的画作 我们今天说他真的是旷世奇才 是这样来的 那苏东坡一家呢 他们爸爸 他的他本身 他的弟弟 他们的诗文都很好 你看他们家 在唐宋八大家里面 他们一家的三个就占掉那个名额 那可见他的父亲对他们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成功 我们来看看他 这个 神州皇帝的时候 宋神中的时候啊 他为了力求革新 所以他重用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王安石 王安石这个人呢 他虽然有心要救国 可是他用的方法实在是不好 那他也得罪了当时的这个 这个文人里面最重要的领袖叫司马光 可是他把苏东坡也视为是司马光的同路人 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所以苏东坡才刚刚到福州上任 他就被贬 那他才在这个福州做不到这个两个月 这个就有这个朝廷来的这个官吏来逮捕他 当时他被吓得这个以为是会掉脑袋了 结果还好只是说皇帝想见见他 然后调职 这件事情呢 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 有这么一个记录叫做乌台诗域 因为他写的这个诗词 他上的这个感谢皇帝派他认官的这个文章 被别人曲解 这是他遭受第一次的打击 因为他被贬 所以他贬到皇州去 那到皇州去 他只好自己想办法 自己自足 他不想让别人怜悯他 所以呢 他就 他的好朋友帮他找了一块地 那去申请了一块这个荒惠的这个营地来跟作 那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想说 这个地是在城东 那他又有这么一块地 所以他自己号称自己是东坡居士 所以他的苏东坡就是由这个典故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样子 这是 最先是这个张大千先生画的图 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看到苏东坡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你看他多么的逍遥自在 那个感觉 好 这个人呢 他22岁的时候呢 就中了进士 他非常有才华 他认官也非常非常的这个踏实 他能够改变当时的这些 他看到这些 有弊端的地方 他会去改 他会留意到当地的这个水利 当地的是不是有灾难 这些灾民他都会去救 那他有这样的政治报复 他希望有机会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窘状 可是 我们知道他都没有办法如愿 可是在他的文章当中 他不断的在表达他的那个想法 他很潇洒 那跟他往来的人 有很多是这些方外之士 那他因为跟这些这个 生人的密切交往 所以他 他有一种特别的那个 类似出世的那样的一个 胸怀在那里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苏东坡最有名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到黄州去当官的时候 因为当地的百姓不喜欢吃猪肉 所以这个 黄州的猪肉特别的便宜 他写了一首非常可爱的诗 他说黄州好猪肉 价钱不如土 负责不肯吃 贫责不结主 感谢他到了黄州 因为他觉得说自己的钱不多 所以他吃猪肉 但他想有好办法 所以呢 我们今天才有这么一道好菜 叫东坡肉可以吃 我们倒要感谢他的这个努力 好 那苏东坡毕竟是 他是会更生殖 所以他在飘浮不断的一生当中 他始终能够这个潇洒面对 他的诗当中 因为他又跟这些方外人士 这个结交 所以他的诗特别有那个空灵 有那个自然之气 所以他这是他吸引人 他的魅力所在 那你可以看到 当在原封七年 他凤兆要离开这个黄州的时候 他要到汝州去就任 因为长途跋涉 所以他的这个 他的小孩子就不 不幸在这个路途当中夭折 那加上这个 他本身又很清廉 他的路会也用完了 所以呢 他就希望朝廷 这个批准他 暂时不去汝州 先在长洲住 住一段时间 那因为他要回到 他要回到这个长洲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这皇帝又驾崩了 所以他在长洲 悠游的这段时间 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好 他很喜欢 他希望这个当作他终老之地 那他这个想法有没有达成呢 我们来看 他呢 又被派 派到哪里 派到杭州去 到杭州去 当地的这个父老告诉他说 因为西湖呢 长久没有输郡 所以预设过半 那这个情形之下 湖水逐渐的干涸 湖中长满的野草 影响了农业生活 因为灌溉要靠水 那水不够怎么办 所以这个苏氏到杭州第二年 他就率领这个当地的民众 苏郡西湖 他把这个挖出来的土呢 作为这个土堤 他做了一条长长的堤房 那这个堤房呢 后来就称为苏公堤 简称苏堤 今天去游西湖的时候 这个堤还留着 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点 那杭州之后 他又被贬 他又被贬到扬州 你看他不断的在被贬 后来呢 甚至把他贬到哪里 广州去了 那还能不能再走 有 又被贬 他在少盛四年的时候 已经六十二岁的苏氏 被贬到哪里去 贬到今天的海南岛去了 那在宋朝的环境之下来看 放逐到海南岛 是比满门操展 比较轻一点的罪 命还在 所以他想他这辈子 大概没有 蛮有希望回到他的老家去了 所以他把这个海南岛 当作第二故乡 那在这里半学堂 新学风 许多人不远千里而来 来这里追随他 宋朝在一百多年当中 在海南岛从来没有人考过进士 考过这个官职 可是呢 在这个苏东坡在这里 带起这边的学生 做了这样的努力之后 他被这个调回去不久 这个海南岛居然有人能够考上 考上了 所以他真的是叫做破天荒 那你可以发现 苏东坡的诗词里边 常常表现出他对人生的思考 他对命运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他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幸 他没有因此而否定人生 他始终保持的乐观 所以你去读他的诗有一种 这种乐天开放的那种心情 那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创作 表明他不是无病声音 所以他的诗词里边 特别的 反映了人生 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这个是他的诗词 让我们今天还在推崇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他一生这样浮浮层层奔走四方 所以他的人生约理特别的丰富 他从他的人生当中看出 他能够体悟到说这个事情的规则 他很劝告人要放宽 要保持乐观 他绝对不会受这样的一个影响 不受环境的影响 他也不受别人对他的这些欺压 这个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这个课程我们请各位去想象一下 请你想一想 你认识的苏东坡 他什么样的一个人 请你想一想 苏东坡他为什么受到世人的欣赏 那个理由在哪里 那如果你今天学习苏东坡 你看到他的一生 看到他的诗词 你学苏东坡 你应该学他的什么样的精神 请你去想一想 好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边